哎 303 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是没看见你说的什么高台啊 对啊对啊 你该不会是在骗我们吧 就是想帮我们引导帮委圈你对不对 什么帮委圈啊 什么个什么呀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性质呢 你们相信我吗 真的就到前面了 所以他录一步走就是了 哎 阿杨 你说我们俩要真是被他骗了 会不会显得我们俩很蠢啊 不可能的好吧 以我托龙勇士的直觉 这个家伙不太可能骗我们 那他要真的骗了我们咋办 他要是真的骗了我们 那我们就该好好地反思了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轻易地相信他 这个叫吃一欠长一智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不会再上当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哎 不对啊 那我们不还是被骗了一次吗 哎呀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觉得还没到地方呢 喂喂喂 你们俩 干嘛被人移人移嘴的 达成一点不好吗 前面应该快到了 高塔就在前面了 阿杨 我看到高塔了 原来这个家我没有骗我们 好江湖 这个地方还真有一座高塔 哎 303 既然我们都已经到地方了 现在你总该告诉我们 你让我们来这里干啥了吧 对啊 一路上问你 你都不肯告诉我们 现在你总该说了吧 你们别急吧 算着这个高塔的楼梯 走上去 到了塔顶之后 你们就全都知道了 什么 还要上去 这么高的塔 你让我们爬上去干嘛呀 难道说 这上面有什么宝贝 喂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在想宝贝呀 这种地方就不可能有宝贝好吧 嗯 也对 我看这个地方的环境啊 也不像有什么宝贝的样子 这上面确实没什么宝贝 不过这上面的东西 那可比宝贝厉害多了 比宝贝还要厉害 那是什么东西啊 你说的这个话 已经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呀 总之你们别废话了 赶紧送到塔顶了 赶紧们到了上面 自然就知道是什么好东西了 哎呀 现在怎么说 我们到底上不上去啊 既然来都来了 还是上去看一眼吧 我倒想看看 这个塔顶上面 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哎 天呐 又要干临时活了 这么高的塔 又得耗费我多少只烤鸡啊 那你们两位 就在这下面慢慢爬吧 我直接到塔顶去等你们 你们可要抓紧时间咯